欢迎收听拍绿游乐园 回到节目的现场 教育广播电台拍绿游乐园节目 我是冰永青 今天很开心 行动会客师来的是果汁 大家好我是Juice Boy OK这样专辑就叫Juice 没错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当艺人 或就是当饶舌歌手这个角色呢 我是从来没有想过啦 但是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做音乐很好玩 所以我就做了 然后真的开始 真的可能真的很认真看待这个东西 是我大学考上大学之后 我千进华纳我才非常认真 为什么你考上大学就可以千进华纳 因为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制作人的朋友 他叫Alan 然后他那时候刚好进华纳当ANR 然后他就有问我没有兴趣跟华纳合作 可以跟老板聊看看这样子 你那时候已经有作品了 我那时候已经有作品了 所以华纳觉得可以 对可以聊聊看这样 然后就买单了 对 讲得很顺风顺水的耶 没有任何瓶颈没有困难耶 有啦我的瓶颈都是创作上的啦 比如说举个最近你遇到的瓶颈 最近我遇到瓶颈啊 最近我遇到的瓶颈是 是beat是编曲是运是哪一种 是什么 运角还是什么 我最近比较没有创作上的瓶颈 是哪一种 但是以前可能会觉得 就怎么写都写不出 可能超越我第一首的第二首歌的那个 的作品这样 哇你地描是第二首歌啊 对 那首歌是怎样 架了一个多高的水平 让你觉得跨不过 因为那首歌 那首歌当时做的时候我高一 然后 然后刚好那时候高尔萱 还有Soul子都帮我分享 所以很多人就目着 哦原来他是高中生 这原来是一首高中生做的歌 然后就来听这样 所以那时候就 比较很多关注啦 那如果下一次是Travis Scott 帮你分享不更好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耶 真的吗 对啊 他分享搞不好没有人会去听 他分享搞不好是 就那个族群 好莱坞来找你耶 应该不会啊 族群不太一样 你一直没遇到啊 有的话也 也 还你啦 对啊 可是他们听起来 是因为有人分享 所以推了一把的意思而已啊 对啊 对啊 但是就是因为 他们推了一把 所以真的有很多人看到我 你怎么看待 缘分跟实力啊 缘分跟实力啊 对啊 很多有实力的人 不见得有缘分起的来 有些 哦对啊 一定是很常 对啊 真的很常这样就是 你看像毕卡索 他也是 他也是过世之后 很多艺术家都这样 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抓一个 XX tension 他们都很早就挂了啊 对啊 对啊 我觉得就是要抓一个平衡吧 所以你不能 真的全心全意做自己想做艺术 但是没有人 没有人懂得欣赏的 所以你有很认真想过说 哦这是个机会 哦不对这是个偶然 你说第一次吗 对啊 像那样的事情 那是偶然 因为我当初发这首歌的时候 我的心态是想说反正也不会有人听到 嗯 我就发出去没关系 你这好像Bitty Eilish讲的故事 真的吗 就是他哥哥帮他写了一首歌 Ocean什么忘记了 Ocean Eyes 对Ocean Eyes 然后一个晚上之后 他们起就是起来 然后发现 哎怎么有一千多个分享 哦真的是这样子啊 然后第一首歌也是 然后他哥跑去找Bitty Eilish说 哎你什么时候交了一千多个朋友啊 哈哈 他在帮你分享一千多次啊 哈哈哈哈 好酷哦 对啊 哎我没听过这一段耶 又又又 但是经历有点类似 是哦 对啊就真的很像这样子 哦 对啊 所以 偶然很重要 偶然很重要 而且通常 我感觉成功通常都是偶然 都是机缘嘛 对就是你反正计划好的 都不一定会 真的成功 那这样讲 讲到后来就是 再有实力没有机缘就很糟糕了 是啊 我真的是这样相信的 你会不会觉得要读很大 你选择这个工作的话 呃 等一下你已经把这个当工作了 对啊 就是要 就是 就努力做啦 就做 做对的事情 然后也不要做会伤害自己 我好多做音乐的学生常跟我说 老师我们越做越慌耶 就是觉得 这片海 已经越来越 多东西在里面 嗯哼 好像 很难被听见或看见 那样子耶 哈 我觉得就是要 继续做耶 然后等待那个时运到 你就 你 就是你的天下 如果你一直没等到会怎么样吗 一直没等到的话 你会放弃吗 改行吗 还是说做幕后什么的吗 不会 因为我 我知道我一定会等到 很好 很好 很好很好